下一組是TJR的Rentia,在行禮拜的基督,就在行禮拜 大家好,我們是Rentia,我們在去年5月的時候 GDP的黑客松也有在第一次提案 那個時候我們想做的一個是為租屋者設計的開源的找屋平台 簡單說要幹掉591啦 後來在年底的時候發現591先把另外一間也是做類似事情的租屋公司幹掉 我覺得要跟他們打法律戰還是轉職做其他東西好了 所以Rentia在今年我們轉職成一個定期小聚聊天的社群 叫做Rentia Tuesday 所以我們今天我們 所以我們在這個聚會裡面就是在聊各種和租屋相關的經驗 還有你覺得今天租屋議題上面 還可以做哪些事情去改變去解決現在我們這一個居住的狀況 所以其實我們在聊天裡面 討論裡面其實會發現一件事情就是 今天為什麼我們現在當大家講我長期來說 我想要住的時候我的選擇是什麼 我們常常講都只有買房子 就是租房子或是其他任何的東西都不會是一個選擇 那為什麼 但其實租房這件事情它是有非常多的好處的 你如果跟買屋或是跟其他方式提起來 比如說我可以隨時搬家 我今天我想要調整我的格局的時候 或是我知道我的人生規劃 我不想要浪費那麼多的空間 一個人的時候兩個人的時候 我有小孩的時候 我都可以根據我的需求隨時調整我的空間 調整我的配置 其實今天租房子才有這個彈性 當我買了房子之後這些東西就都沒有了 那甚至比如說今天對我來說 我不想要讓我住 我能不能讓我的住是一個單純的服務 我是買一個服務或是租一個服務來用 而不是我一定要把我人生的投資 或是我人生的這種資產的配置 綁在我的住的需求上面 為什麼我一定要把這兩件事情綁在一起 那其實租房子好怪 租房子呢 就是租屋是一件其實它應該是一個選擇 其實在國外也是一樣 只有在台灣才是一個就是這麼難的事情 對那其實回到另外一個問題 大家知道其實台北大部分房子已經非常老了 你再過十年全部房子 都跟我們人口一樣是越來越老 而且是年久失修 一直沒有資源去修佔的狀況 所以其實在我們的討論裡面 其實我們現在正在想一件事情 是我們能不能讓今天租屋者也一起出來 來成立一個合作形式的租屋組織 然後讓租屋者自己呢 也就是房子的經營者 空間的經營者 然後讓我們今天租屋者在居住在這個城市裡面 是有一個位子可以來去參與 來去解決這個城市的居住問題 對那細節的話 歡迎大家可以點那個Rentia Q-State的共筆 我們要整理我們現在的結論 對好那來講一下今天想要做什麼 我們今天其實就是來跟大家聊天 然後來把問卷 所以呢大家有空 或是等一下看到我 或是看到等一下在台下那個Piece的話 對有請幫我桑就要過來填問卷 大概花十分鐘就可以結束 後來找我們聊天 對那大概是這樣 感謝大家 感謝 謝謝 謝謝